以诸菩萨问唯摩姐 现在换那个 纵相净土的菩萨 问唯摩姐 今世尊释迦牟尼佛 义何说法 今天在沙佛世界 世尊 所有的佛都叫做世尊 释迦牟尼佛 是用什么来说法呢 犯所有众相国的菩萨 问唯摩姐 这沙佛世界的释迦牟尼佛 用什么说法 唯摩姐言 辞土众生 刚强难化固 这个土的众生 沙佛世界的众生 性格非常的刚强固执 很难度化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讲 刚强之语 以挑福之 这个就是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他那么难度化 我就是用刚强的法 去度化他们 因为这个沙佛世界的众生 太难度了 释迦牟尼佛就讲了很硬的话 很刚强 很硬的法 去度化他们 这释迦牟尼佛讲的法 是什么法 这是三恶道 三恶道 言是第一 是畜生 是恶鬼 这些刚强难度的众生 就是用这个 讲这个第一 为什么会第一 因为这个众生 是很容易发脾气的 容易生气的 既然你容易生气 这个惩心太重 就让你到第一 是畜生 你这个愚知太重 愚昧 愚知太重 就让你转身成为 畜生道 就到畜生道去 什么是恶鬼道 你贪念太重 就让你转身到恶鬼道 你如果讲说 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 第一 我们 你有看到畜生吗 有啊 那个鸡啊 鸭啊 鹅啊 猪啊 都是畜生 鱼之就是转世道 鸡啊 鹅 所以我们属性啊 都是 大部分都是畜生道 你看 一处 二五 三后四头 五两 六十 七八 八九 十几 十一九 十二地 全部都是畜生啊 台湾还有师尊是属鸡 他是用钢墙的话来讲 你做了深口意的恶业 你就会转世 太贪心的 就到恶鬼道 你说没有恶鬼道啊 没有东西吃的人多得很 现在整个地球上没有东西吃的人 没有食物可以过日子 还很多耶 那不是恶鬼道吗 出生道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 恶鬼道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还有敌意 你看有些人生活真的是在敌意之中 你说那个医院里面呢 你说不是第一吗 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的 有的开心脏的 有的舌头长癌的 整个舌头割掉了 还有悶心脏的 到处身体动来动去 很多的病 那个跟第一也是差不了多少 原是第一是出生 是恶鬼 佛说六道轮回 还有三恶道 是足难处 是一昧的人所生的地方 是一昧的人所生的地方 现在在哪里有的